1955日行申诉专线 您好 国语服务 请按一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type of coronavirus pneumonia originated from China May we remind you to wear a mask all the time 政府您好 请直播分析号码 转接化物人员 请按9 提醒您 本专线前五分钟免费 为维护双方权益 服务过程全程录音 现在为您转接专人服务 请稍后 很抱歉 服务人员都在盲线中 请稍后再播 如要等待 我们将优先为您服务 请稍后иться 很抱歉 服务人员都在盲线中 请稍后再播 如要等待 我们将优先为您服务 Zither Harp 换物中心第五十一台 你好 非常高兴问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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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请问一下 我要 因为我有一个 我有认识到一个菲律宾移工 然后呢 菲律宾的移工对吗 对 然后呢 他反应给我 就是 他们宿舍呢 就没有 没有 follow到 就是 不是我们丈夫规定 为了那个新冠肺炎 肺炎的安全 就是全部都没有 照着那个规定 比如说 就是大小啊 然后人啊 这样哪里 哪里有反应呢 反应 请问一下 是移工上的什么样的反应 我刚后面比较没有听得太清楚 对 他们的宿舍 不好意思 没有讲 宿舍吗 对 宿舍 没有照着政府规定 新冠肺炎安全的那个规定 了解了解 是关于那个防疫规范就对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哪里 哪里打电话呢 好 我等我一下 哦 好 谢谢 我走你 你等我一下 好 好 那我这边呢 等一下哦 好 你想要先做咨询嘛 对不对 对 就是 那我先问 嗯 你说 对对 好 那我先来问一下 劳工局外劳服务科 然后6430好吗 您稍等一下 哦 好好 谢谢 好 我等先咯 你可以跟他做询问 谢谢 OK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64030在盲线 我再改转 6423请您再稍等 谢谢 好 谢谢 喂 老公姐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 对 我是菲律宾在台湾 可是我已经台湾人了 不过 我有人是到菲律宾乙工 他们反应 菲律宾的乙工在台湾 然后被菲律宾的乙工 对 然后大厢反应给你们 知道他们的宿舍 没有照着战俘规定的 新冠肺炎的安全的那种 你稍等一下哦 喂 你好 你知道报备什么 因为菲律宾乙工有报道给我说 他们的宿舍没有 没有照着新冠肺炎安全的宿舍 就是干净啊 然后人啊 还有就是地方真的不是新冠肺炎那种 所以他们很害怕 而且他们那个宿舍呢 就是这样很久了 然后他们还付钱给他们每一个月 水啊 还有就是 不是 那你是要干嘛 你是要检举他 还是说你是中间还是你是 所以我们怎么样动作 要检举吗 就是你们去观察吗 因为地址带有给我的 所以你是要检举他是不是 应该可以这样说 检举那个宿舍 应该这样就好了 要检举那个宿舍 对 然后你们去那边观察一下 我们去看就对了 是是 可以哦 可以哦 看他们的 那个地址在哪里 有哦 台中市 台中市 我们在新北内 那你要跟台中市那边检举呢 那这样你们有电话号码吗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反应 台中哦 台中 我跟你讲 你打1955 然后你直接跟1955检举 那个台中那个地址 他们会派给台中的人过去看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也是有打电话到1955 然后就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 可是 因为我们台北 你打给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去看 因为我们都是当地的政府机关去看 那你跟1955讲说你要叫台中的人去帮你们看这样子啊 没有别的可以讲吗 因为他们也有问过1955 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 他们在找我 很难 是哦 可是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 对啊 他们是外劳是不是 是哦 是哦 他们是移工哦 那怎么可能 可以啊 如果是外劳的话 打给台中市 然后叫他们去看啊 因为他们也不会讲中文 所以他们找到我 因为我这里是菲律宾网路媒体啦 然后我说好呢 我想1999可能有可以帮忙找到号码 哪里可以进去这个宿舍呢 因为真的很严重 就是宿舍里面咽水 然后他们的厕所长到没有办法 真的耳心到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嗯 那为什么他们跟你说不能跟他们 为什么1955说不行啊 啊 因为就是这样 这个他们已经有反应过 然后有有拿来很多 啊 就是照片啊 档案啊 文章啊 那他们应该可以去处理啊 没有 他们就是没有帮他们处理 就是说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说真的很难很难过 真的很奇怪 然后他有 他有寄给我很多 真的哦 对 他有寄给我很多档案 他们有 有 有那个 1955犯例呢 然后他们还说1955 还骂他们呢 真的很奇怪 应该不可能吧 1955怎么可能骂他们 因为1955只是收案子嘛 收案子之后 他们就会分给台中市政府嘛 对啊 因为是台中嘛 啊 台中市政府的人 会去现场处理啊 他们应该不可能直接 跟外劳讲什么啊 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想对不对 可是1955 他们会转接到 菲律宾人 然后菲律宾的人 可能对他们很不好 还是我给你台中市政府那边的电话 好啊 然后你跟他们讲好了 可以哦 应该可以帮忙到很多 他们的总机是04 04 然后呢 222 好 04 然后呢 电话呢 诶 等一下等一下 这边应该是 是什么的号码会这么多啊 三个2 然后89 然后后面三个1 三个2 然后89 然后三个1 后面那三个1 所以222 89 11 以这样子吗 对对对 这是他们的总机 总机 然后我找一下市政府 你跟我一下 好 好大1 真的很难过 有点难感 我知道 他们的劳工局的电话 有个外楼 嗯哼 事务科 嗯哼 他们的电话是 分机是 3555 3555 所以 00 00 嘿 啊他们的直播电话 应该是 04 然后 221 221 77 259 259 259 嗯 所以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可以直接拨他们的电话 有点是我们的专线 就对 它的专线应该是 04 221 77259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打电话这个号码 就试试看 能不能军局这个问题 对他们的政府是台中市政府的外劳事务科 你跟他们讲 然后跟他们讲 请他们去看这样 然后我就说我要军局嘛 这样对不对 对你刚才说你要检举 就检举那个 那个地址的外劳事务科 如果他们的偷射可能有问题 那请他们派人去看 OK 好 那我试试看 对啊 因为你跟我们检举我们日发 我知道 是一样的 我知道 对啊 那就直接跟他们讲 让他们去看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好 好 谢谢你啊 真的大帮忙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呃 因为我是菲律宾住在台湾 然后我也是菲律宾网路媒体 然后有一些菲律宾移工住在台中 他们要捐取他们的宿舍 然后 嗯 我有问1999 然后1999呢 因为我住在台北 他们就是转 转给我这个电话号码 可以捐取这个宿舍 嗯 因为那个宿舍呢 就是没有照着我们政府规定 呃 新冠肺炎安全的那种宿舍 那有办法吗 我给你地址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 知道一些一共住 是 那个不依照那个 防疫的那个规定 是 是 是 所以你要 你可以 那个1999跟我说要兼聚在台 要兼聚在台 要兼聚在台 你要兼聚嘛 是不是 好 那请稍等我帮你 转另外一位 好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啊 喂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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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哦 我是这边的菲律宾住在台湾 不过我已经 啊 台湾人了 然后呢 我是菲律宾媒体 网路媒体 所以人知道菲律宾移工 然后这些菲律宾移工 反映给我说他们的宿舍在台中呢 是没有照着政府规定 所以我想 先 帮他们检举那个宿舍 这样可能吗 可是 嗯 你可以打1955去先 1955会有双语 你可以讲你的母国语耶 他就会帮你录了 对 因为 好 那我了解 那麻烦你打1955而已 等一下你先你先听一下 好 请说 对 因为我是从1999打电话 然后他建议你们的电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这些移工呢 已经有反映给1955好了 可是问题没有帮他们解决 然后还 还有骂他们 对 还骂他们 请问小姐 你的1955是哪一页 嗯 1955不是我打的 是他们带来的 还有 对啊 你是说是哪一家公司 啊 你说他们的公司吗 好 对啊 你不是说他有打1955嘛 对 对啊 不好意思小姐你过去 黄小姐 黄小姐 你好 你是说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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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吗 不是不是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是 啊不啊你 啊不啊请问你哪位啊 我是 我是 我是菲律宾网络媒体 他们已经有做那个动作打电话给1955 可是没有帮助到所以他们在找到我的 嗯 网络媒体 对 啊你知道他他打什么时候打1955的吗 啊他们已经不清楚咯 嗯 所以他们就要求我的帮忙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照片真的是很差 真的是没有办法组的那一种那一种宿舍 真的很脏 黄小姐 嗯 因为1955的话会有判案一定会有入案啊 对 可是我也是打电话给1955哦 他们就说好给我们档案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都没有做动作了 他们也是这样子都没有做动作 没有1955一定会派给地方 啊我只是不清楚说现在是我们哪一位同事在处理 这个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说 他问你说公司名称是什么 那你要公司我可以给你公司啊 因为我就要用兼具的方式 因为你们一直丢到1955 他们就是有做那个动作没有没有效果 我在找真正的人可以帮帮助他们 然后马上兼具马上去看他们宿舍 嗯 嗯 我希望这样子这样子的方式 嗯 嗯 那你需要是是要我们这边帮你入案还是帮你查19 因为我们如果有人处理我也不知道是谁处理呢 公司叫什么名字 啊公司是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y 啊公司是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y 啊不好意思我是台湾人我听不懂欸 那 那 你要跟我讲中文欸 很抱歉欸 他没有中文欸 他也没有给中文欸 嗯 那地址给你 那你希望我怎么协助你呢 啊你 因为有人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说可以兼具 你们就是去那个地址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你要先不是黄小姐 因为你说他已经有打1955对不对 那我们一定要去把那一个案子 他是写目前是怎么处理的体系 我们没有办法说同一个公司派了15个人去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黄小姐 那我给你那个公司的地址 你就可以知道了吧 这个没办法欸 因为你一定要有公司的名称才可以啊 你要有中文的名称 我有英文啊 所以你也帮忙找英文就好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中文 你 可是我听得懂中文而已欸 那你的意思是要我帮你 谁啊 你 我给你地址 然后你就可能就知道了 地址应该是正确一个地方而已吧 不一定喔 地址不见得 他有号码啊 他有一号啊 所以已经知道就是那个公司了 我有两个地址 宿舍跟公司啊 对啊 好啦 好啦你请说 好 因为黄小姐 宿舍会是宿舍的地址 我知道啊 好啦你说你说 好公司 公司号码 公司号码 公司的地址 好的呀 好公司地址是 台中市 西吞区 西吞区 科远路 哪个科 嗯 嗯 那个我就不知道他写 他写 英文 科远路 1号 我只能写学英了 好 科远路 1号 1号 好 就是这样 那个是公司地址 然后他们宿舍 好 宿舍地址等我一下 我先转 好 宿舍地址是 台中市 大亚区 永和路 我也只能写学英文了 好 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对 到这边也是没有 没有写 对 永和路 那再来 呃 4 4 4 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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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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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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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的你也不知道吗 对 她说已经很久了 不是 王小姐 因为现在是疫情 台湾的疫情一定是三级了 现在是三级境界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等疫情去完的时候才可以出去 可是问题他们的 所以我就是打电话到1955 因为我要知道那个号码 因为可以间距那个地方 没有照着我们政府规定 一定有我们台湾负责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不是 我好几天有看到直播 他们很严格追着移工宿舍 一定要追着这个规定 所以他们移工就跟我讲 他们均居他们的宿舍 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找那个公司 或者我们的台湾负责哪一个东西 所以我在均居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对啊 王小姐 你应该是说你的好朋友 他有打1955 他应该是要 他也可以再跟1955去新增 或是什么都可以 因为你现在你也不清楚 几号打的嘛 那我这边也没有办法去查 那我只能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是写音位置 用那样子去查而已 我只能这样子尽力去帮你查而已 然后查完以后呢 你们要怎么动作 我们会请承办人员处理 因为我不清楚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清楚承办人员 他现在处理到哪一个程度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还是会打电话到1955 这样查吗 不会啊 我不会打电话给1955啊 因为1955 只要你的好朋友 有打电话给1955 1955他会派给地方嘛 那地方他派下来 请问他不是我的好朋友 我有跟你说过了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就是打电话 要求帮忙都没有找到 所以他看到我的网络的媒体在找我 所以我不认识他们 我们大部分就会讲菲律宾朋友嘛 可是不是好朋友 好 你的菲律宾朋友 因为现在是台湾的疫情 现在我们就是不能出去 那我们就是要等疫情趋完的时候 才会去处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母警他们宿舍那样是没有照着规定 就是这样吗 不是 我不清楚他的内容是写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是说派给哪一个人 所以我刚刚才问你说 那他几号打1955 或者是有1955的编号 那你认不认识我们台湾的Agency 真的马上捐据马上看呢 台湾的业界部什么意思 就是台湾的一个负责这个捐据 然后他们马上去看 有没有这种的 台湾证据我不懂你的意思 有没有台湾的政府的办公室 台湾的政府哦 然后 因为我们科就是负责外劳的业务 没错 可是因为我只跟你说过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有些事 有些的案子 还是会陆续在处理当中这样子啊 因为问题小姐 啊怎么归信呢 怎么教你呢 你怎么归信 没有因为我只是刚好今天的接线生而已 因为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接线生 接电话 啊你就照刚刚的方式打进啊 就会有人问你说 可是我还是要知道谁在跟我聊啊 不用啊 你不用知道是谁 因为我也不是承判人员啊 所以不用 而且我也不清楚 你讲的到底是哪一个啊 所以你不用 没有我讲的 我讲的很 没有我讲话很清楚 就是我要建居他们的宿舍 可是你不清楚哪一个公司不是吗 可是你要建居是他们的 他们的建居宿舍的 他们拍人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讲那么多 他要讲公司了哦 不好意思我帮你转那个35529 你再跟他讲好了 他会听一点点的英文 OK 那个是什么公司呢 一样就是一样我们这个科的啊 我们不是公司 你等我一下我帮你转哈 好 喂你好请问一下我已经 我已经被转到我打电话到13分钟了 希望先生的线有有帮助当 你留个电话给我 我回报给你 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那个电话费的问题了 好那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0917 0917 874 874 748 748 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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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我等一下打给你 OK好谢谢 拜拜 拜拜 OK 好那我们再去查一下 那还有他们的公司地址我也给你 好的 他们公司地址是 太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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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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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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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一号 然后他们的公司的名词是英文哦 不好意思我没有中文 没关系 他们的英文的公司 名字是 コーニング コーニング Q 啊 C-O-R-N 就是 コーン I-N-G C-O-R-N M 嗯 コーニング 然后 Display Display D-I-S 然后 Play P-L-A-Y P-L-A-Y 对 然后Technology 对 看到 嗯 这个超速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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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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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öm ей N-Y N-I-N-G? Exactly, that's correct, and then display. Factory, right? Yeah. It's a factory, right? Yeah, I think so, it's a factory, yeah. Okay, okay, I got it. So, let's hold, please hold. Yeah. 喂? 喂? 嗯? 他還有什麼問題嗎,除了宿舍的這個狀況? 其實他還有很多問題,比如說,啊,第一個就是,他們 我只要是以宿舍的那個現在不符合防疫的規範 啊,就這樣就好了,嗯,你們呢? 那你要聯絡那個外國人的聯絡方法嗎? 啊,他的聯絡方法,啊,我看一下他有沒有遛他的電話呢? OK 啊,三腦記憶,好像我沒有問過那個他的電話,我,等我一下下 好的 我看他的,他的FB有沒有電話 好的 嗯 比如說,幫我留一下他的大名或聯絡方式,還是我知道到最後,如果有什麼問題在跟黃小姐聯繫嗎? 好,應該你跟我聯繫一下,因為他目前真的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聯絡方法 是的,是的,因為他用FB,然後我看他的FB好像不是真正的名字,因為他們很害怕了 每次他們檢舉的話問題,他們的broker呢,就是會,會對他們很不好 嗯 好,所以您說,他的宿舍沒有符合防疫的規定是,是的 是的 然後很髒,真的髒,他這邊拍給我,真的,我看都像吐了 還會,還會驗水 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對啊 我們要記載你們就是反應的那個內容 對,對,因為其他是他們副官,可能你們也沒有辦法幫他們 我,我要,我要反應給你說,他們宿舍有符,還有他們的broker,就是他們付兩次就對了 然後給他們租那麼髒的宿舍,真的是看不下去的 嗯 OK,主要是太髒,空間太小 真的,嗯,嗯 OK,那 就是沒有衛生呢,就是追著我們,對,追著我們的政府規定 現在新冠肺炎真的是沒有任何的,對的方式 真的都是很,很髒的,嗯 嗯,因為我想要去一下,除了髒,跟環境太小,以外還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了 應該就是這樣了,嗯,嗯 好,OK,那有什麼問題 那你們,你們會派人去查嗎? 嗯,這個要,因為我今天是職日,負責就是做說明溝通跟錄案,對,所以這不一定是我前往的,對,所以可能要看我們主管要如何這麼去指派,或者是有沒有要前往實施檢查這個提醒,對 好,等一下喔,等一下喔 嗯 先等一下喔 好的 喂,先生你好 是 我是那個黃小姐的先生,我剛剛一直在聽你們講話,請問一下你們是哪一個單位? 我們這邊是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外勞事務課 外勞事務課,那剛剛接線的那位小姐是一樣嗎? 一樣一樣,小組織,對,只是因為剛剛她有點不太懂,所以就準到我這邊 不是啊,你們服務外勞,然後她竟然連英文都聽不懂,會不會太誇張啊? 其實我剛剛有些英文我也聽不太懂,對,我只是盡量的去了解 不是啊,你們連公司的英文都聽不懂,會不會太扯了啊? 不好意思,我會再加上學習,對 對,剛剛那位小姐的名字可以給我們嗎? 怎麼了嗎? 我們要了解一下,為什麼,我們不能知道嗎? 你們公家的服務單位應該都要講姓名吧? 是沒錯啊 對啊,為什麼不能給? 剛剛我太太實在要,為什麼不能給?連姓什麼都不講 我都已經有協助處理了,為什麼還要再... 不是啊,你們公司裡面有這種人,我當然要提出來,讓你們去改善啊 嗯,OK 你說王小姐 姓王嗎? 是 好 什麼什麼...連英文都聽不懂,太丟台灣人的臉了吧 我在旁邊聽,我拼英文都拼得出來,為什麼他拼不出來 嗯 請問一下先生還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暗號是多少?我們要記錄一下 因為我還沒建檔,所以你要等我完成這個程序嗎? 對 那請稍後 那我再次確認一下您太太所反應的東西 康寧的菲律賓系的移工,反應她的宿舍 對 環境太小 是 沒有遵守防疫的規定 這是那個CDC訂出來的 六月多才訂出來的,結果沒有遵守嘛 因為如果是指沒有遵守防疫的規定 我的意思是說除了太張跟太亂 沒有遵守的防疫規定是指哪一個區塊 哪一個區塊 對 連消毒都沒有啊 消毒都沒有 對啊 然後連宿舍裡面要規定幾個人在裡面也沒有遵守啊 規定幾個人在裡面也沒有遵守 對啊 你們CDC不是都已經頒不下來了嗎? 要求地方去那個啊,可以去控管啊 結果轉來轉去大家都不知道 第一個就是衛生啊 真的衛生很髒 我們都看到了 真的很看不下去 請問一下還有嗎? 嗯 嗯 好,那就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你們真的可以去那個宿舍拍人去看 因為是要兼聚的嗎? 嗯,我覺得這些菲律賓移工他們父親為了這個宿舍他們能平安 嗯,結果都住在那樣子的宿舍我覺得真的是很不好 嗯,就是沒有尊重我們人民的啦 嗯,我覺得是這樣子 嗯,了解 嗯 除了這樣還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其實沒有啦 我就希望你們有可以做動作啦 嗯,就是這樣 啊對,因為我是要做紀錄的 所以我必須再次的跟您確認 除了剛剛所反映的宿舍太小太髒 沒有消毒 嗯 等數的控管 沒有符合CDC的標準 OK 違反防疫規定 這個除外 還有沒有什麼相關要有內容要記載 嗯,沒有啦 剛剛我先生因為聽到那個王小姐的反應 真的是沒有那麼好 他不種種人啦 所以他就不舒服聽啦 他再反應給你 所以他希望說 接電話 服務給義工也有耐心啦 嗯 對,就是這樣 好的 好,那因為像他們找我 因為我能講中文嘛 那他們沒有辦法講中文的人 真的很多電話可以打電話的話 也沒有用 因為人不懂英文 所以我先生就覺得 一直轉接,一直轉接 真的是很難過啦 為了義工的話 真的他們很可憐啊 就是這樣啦 好的,小姐 嗯 好,那謝謝你喔 你有聽到我的 然後我就會聽到後面的程序去辦 好的,然後有什麼結果 請你找我 這樣就好了 好的,沒問題 我是黃小姐 然後電話號碼是一樣的 嗯 是黃還是黃 黃 黃 黃嗎?三點水的那個黃嗎? 啊,不是 黃就是黃色的黃 黃色的黃 黃色的黃色 對 哦,ok 聽不清楚,好 沒關係 ok 好,沒問題的 好好,謝謝你喔 好,謝謝 好好,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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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可以 給你一張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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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type of coronavirus pneumonia originated from China may we remind you to wear a mask all the time if you need to go to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should be changed everyday. If you are going to crowded or poorly ventilated places, please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a cough, please use soap to wash hands frequently. If you have a fever, cough or other suspicious symptoms or infection within 14 days upon entering the country, please call 1922 or 1950 to assist you in reporting. Your call has been connected to our customer agent representative and it will be recorded to ensure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You are a very- shy person in the book, but your time is h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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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ce,你那麼好 好,是呀 Hello 我不是,我有話,可是真的沒有展現,可是你又不 好,請聽聽聽 因為已經在 95年好,我被靠雲38很高興,問你服務 Hello,Good afternoon,不 他们可以打电话回来吗 对应该比较快 因为我打电话给你们真的 我已经花了五分钟 是好 那回家给您的电话号码是 是吗 对0917874748 好的 那我们的同人如果有空会打电话给您 有空 应该一定会打吧 不是有空 他们没有忙的话 我们叫他们打 因为他们目前都在忙电话 OK好这样了解 OK好 OK好谢谢您 拜拜 因为我说我是从那个你们公司台北打电话来的 因为我最近呢收到我是菲律宾网路媒体 然后收到很多菲律宾移工反应说 真的你们对他们很 不好啦 就是第一个就是宿舍有问题 然后还有 不是是谁我不太懂 你是找 是你找哪一位 你找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呀 廖小姐 廖小姐那请问是台北谁给你这次电话 呃因为我他其实本来不想找谁 然后因为我想负责菲律宾人 然后他就说啊你可以问看看廖小姐 所以我想给你问问看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再所以我解释给你 你可以吗 可以停一下吗 呃 等一下 呃 呃 因为我就说我是菲律宾网路媒体 你好 然后有很多菲律宾移工 反应给我说 你们的公司 Dartwitz 的 manpower 哦 有对他 什么他讲的是不好意思 哪一个公司 你们的 Dartwitz Broker 你们是Dartwitz吗 嗯 嗯 对 他们说你们的Broker 对他们很不好 嗯 第一个就是反应一个宿舍在台中 达亚区 呃 永和路 那个公司叫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y 嗯 他们的宿舍昨天呢发生意外 就是好像一个冷气掉下来 然后他们的宿舍都在咽水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照片真的很脏 所以我就想说 啊怎么会没有助力呢 然后 很多很多 嗯 不好意思 我可以问 我可以怎么称呼你 啊我是黄小姐 黄小姐 嗯 我帮你转另外一个人好不好 我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可以哦 他是台湾人吗 对 哦好的好的可以可以 好 喂 啊喂你好 你好我知道 大概了解了 那你现在是希望啊 是要知道什么事吗 啊我希望是你们会去那边 助理一下那个宿舍 你知道那个宿舍吗 怎么会不会呢 然后呢 啊因为如果有会的话 他们可能还不会反应到现在 嗯 因为你知道啊 有些东西哦 就是有一点难处理啦 而且你也知道在台湾啊 啊不是我在处理就好 可能我还有房东 房东要不要处理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来处理 他也真的有来处理啊 嗯 因为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 我了解到 不是只有昨天发生以外 已经 已经问题好 好久好久了 对对对对 已经十年了 那个状况都一样 这我知道 好没关系 嗯 我姓李 啊哈李小姐你好 那明天你再打电话给我 好不好 啊你说什么 我说有什么 你再打电话给我 我等一下了解一下 然后处理到哪里 我们再来沟通一下 啊那我怎么打给你呢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给我啊 OK那那你怎么弄 啊你怎么助理的 你要去看宿舍吗 还是怎么样 当然啊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会有人去处理 但是处理的怎么样 我还要了解一下 哦好的 那我希望 我希望 因为医工也会反应 如果他们会 呃 跟别人说 他们有问题 你们的公司会 会对他们很不好 我希望不会这样做了 嗯 好我晓得了解 好 谢谢你哦 好我再打电话来哦 还是你打电话给我 我愿意给你我的电话号码 你先等一下 好 电话号码给你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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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874748 OK 谢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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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去处理有关于房间太小的问题 但是要跟你报告的是说 有一些外国人他可能因为他以前就是住在那边就习惯 他可能不太愿意搬 那我们会请那些外国人做他的生命 这样你了解吗 就是说他就是愿意住在原本的地方 他就不想要搬 喂 有听到吗 对 听到 他处理完之后我再跟你联络 可以吗 还是不用处理了 就这样 那个问题是菲律宾人的问题 他们真的你们决定他们OK吗 他们OK啊 因为他们没有问题啊 没有意见啊 因为他们住在那边他们也习惯了 然后你说的空间太小 因为有些人你也知道有些人就是习惯跟谁谁谁住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太小 当然OK啊 房间都够啊 那你要找另外一间房间 可是我跟你讲啊 有些人就不一样啊 他们说的 我说的不是因为我有问题 是他们 他们complaint在我这里 我在反应给你们呢 了解 那他们complaint 我们会群众就去了解啦 目前处理 现在目前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你可以讲一下 讲一下一篇那个地址吗 什么地址 对 你说宿舍啊 对 永和路4-3號 哦 OK 我明白 那里住很多人我知道啦 但是因为 那个空间有法律规定 本来就是那个大小 那通常都没有问题啊 只是说有一些房间可能会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小一点点的时候会请那个住在里面的外国人 搬出去其他比较大厅大厅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要啊 其实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小欸 我其实这个宿舍还有很脏 然后坏掉 很脏那个我没有去看过了啦 我那天两个礼拜之前我去看了啦 没有到很脏啦 没有你讲的那样啦 嗯 因为我看到照片 所以我也不会跟你说我在乱讲话 不然我 如果我没有看到我就不会跟你们说话啦 真的啊 因为老公有请我们过去做检查 这个之前我有去过 在六月中的时候 我也有去看过 他也有定期消毒 入口也有人在做那个管控都有 都没有问题 只是说人数真的是比较多一点啦 人数多没有办法 因为宿舍本来就是人都会多啊 对不对 嗯 我觉得因为我们政府规定 是不会超过四个人 在一个房间 然后之外 应该 政府是规定说 房间不可以 应该要大于每一个人 的坪数要大于多少 他没有说人数喔 嗯 我觉得那个 你们 还有这个一个原因 很多菲律宾人会反映给我说 如果他们会反映他们的问题 然后便将他们的公司 还有他们的 他们的 呃 博客会讨厌他们 然后放他们 在那么难过的地方 但 难过到他们就放弃 就想回家了 就说不给他们 不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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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加班 还有什么 那不是我可以处理的啊 我可以处理的是说 他如果有申诉 比如跟我们说 打1955 申诉说 他有条件问题 那我们OK吗 可以帮他处理 至于说你说 他如果申诉完之后 中介公司或是雇主 我不会讨厌他 那这个不是我 又不是中介公司 我也不是雇主啊 对不对 本来就是 申诉的时候 你本来就会遇到这种状况 我们也会跟雇主 跟中介公司说 你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然后去排挤 那些有问题的外国人 你知道 那他们可以打1955吗 如果这个事情又来发生 如果有问题 请他们直接打1955就好啦 如果你有遇到外国人 他就是说 他对于他的宿舍 还是工作 生活有问题 请他直接打1955 1955会去做判断 说到底是要直接处理 还是跟他做一些 宣导这样 你是1955的人 我不是劳工局 他都是劳工局 你是劳工局 1955会判案给我们 如果他在台中的话 那你可以讲一下 你那个菲律宾人 你跟他们说话吗 还是都没有 你就是 什么意思 我听不太懂 一样有没有菲律宾人 跟你承认 他们那边是OK的 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人说有问题啊 如果你真的说有问题 那你要跟我说 谁觉得有问题吧 因为没有人说有问题 我从不可能说 因为现在规定 他的空间都OK啊 环境也没有真的很脏了 如果有脏 我会请他修 会请他改进 但是都没有啊 又消毒啊 因为那一天 还有那个 他们的什么 冷气掉下来 都在淹水耶 我看到照片真的很脏耶 都没有听说呢 我跟你讲啦 如果你真的觉得 他觉得说有问题 请他直接打1955啦 好不好 OK啊 OK 那我就先这样回复你 OK 如果之后 我会持续追踪啦 就是那个礼拜 这礼拜 我会请那个中介公司跟我讲一下 到底有住谁谁谁啦 我会请他们管理一下啦 OK 好 没有问题 OK 谢谢你 拜拜 谢谢你 拜拜